52岁月坛天后陈慧玲 在去年澳门举行陈慧玲Vision 2 演唱会上 一开场即以连长歌舞炸爆舞台 并现场瞬间被炒热 更穿上超高傻黄金短裙 大晒修长眉腿 年过50的凯莉保养得宜 身上一丝坠肉也没有 完全看不出太乙是梁子之木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陈慧玲被称为黑道公主 陈慧玲家世背景有多强大 被称作黑道公主的陈慧玲 其实是个人美心善的天使 港圈做公益的艺人里 乃有古天乐女友陈慧玲 陈慧玲这位香港娱乐圈的明星 被称为香港最后的公主 香港乐坛最后一位天后 她自出生起就备受瞩目 她的父亲是珠宝业巨头陈崇伟 曾经掌控了香港超过三分之二的珠宝市场 尽管如此富有 她却拒绝接受福布斯的财富排名邀请 而陈慧玲的叔叔 更是在香港的黑道中有着极高的地位 被誉为能够摆平刘嘉玲绑架事件的传奇人物 向泰说 在香港娱乐圈 陈慧玲没人惹得起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娱乐圈 舆论混杂 很多女星都遭受过不公待遇 陈慧玲可以安然无恙走到今天 得益于她的家庭背景 以至于向华强都要向她道歉 她的父亲陈崇伟在靠珠宝生意发家前 是陈慧玲的手下 两人是多年的至家好友 关系非同寻常 陈慧玲涉猎范畴横穿黑红白三道 人脉极广 最风光的时候 称霸整个尖沙嘴 她大半生都生活在刀光剑影里 从黑道出身到成为香港皇家警察 电影演员 七十年代人称 前有陈慧玲 腿有李小龙 当年的刘嘉玲被绑架事件 便是陈慧玲的叔叔 陈慧玲出面解决的 九十年代初 向华强在香港举办了一场 圈内人的高端酒会 前来的人非富即贵 彼时的陈慧玲刚刚在娱乐圈 展露头角 认识她的人不多 刚到会场就被向华强呵斥 以为她是个十八线小明星 想来攀附权贵 谁知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的出现 打破了这场僵局 她指着陈慧玲对向华强说 这是我的侄女 不能进来嘛 顿时向华强变脸 连忙向陈慧玲道歉 这个男人正是香港江湖大佬陈慧玲 曾称霸整个尖沙嘴 一手把控江湖 因此 陈慧玲得到了黑道公主的外号 虽然颜值高 身材好 但陈慧玲并不是大家眼中的花瓶 她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因为自己是典型的处女做女人 做起事情来认真拼命 真性情的陈慧玲 除去做事情劳和懂得感恩外 她的直率和真性情 也为她的个人形象加了不少分 看过陈慧玲访谈的人就知道 她不太会和媒体周旋 也说不出一些俏皮的言论 那些话语中都透着平易和善良 在香港的黄金时代 陈慧玲是被四大天王争抢的女主角 90年代末的香港乐坛 出道不久便与歌后郑秀文笔间 她拥有林青霞的面孔 王妃的身线 背景也不可小觑 被称为香港最后的公主 如此先天条件注定她不会平凡 回首来时的路 不难发现 在幸运之外 陈慧玲认真妥贴的建立了自己 在成为香港乐坛的最后一位天后 这让人想到 去年有网友拍到逛街的陈慧玲 面部紧致 身材修长 举手投足间和年轻时并无两样 有网友说 感觉她刚出道时就长这样 现在50了还长这样 好一张人生顺遂 无忧无虑的脸 陈慧玲知道自己并非科班出身 从未学过表演 人生阅历也有限 于是专门请了表演老师 从头学习表演 从台词功底到理解人物 这才有了之后 她塑造的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 千禧年 陈慧玲与金城武 陈奕迅合作电影《薰衣草》 为了演好香薰治疗师 陈慧玲特意拜师学艺 练习香薰按摩术 以求为妙为俏 那几年 香港电影制作人 为她量身定作多个女一号的角色 同年 在《东京攻略》中 陈慧玲搭档梁朝伟 正一件出演香港银行巨头之女美思 可谓是本所出演 税嫩的脸下是藏不住的直帅 一切都是如此浑然天成 那些年 与陈慧玲合作的都是帅哥巨星 她演爱情片 也演动作片 在《无见到》系列电影里 与陈慧玲搭戏的是刘德华与梁朝伟 在一众男性的影片中 她也足够亮眼 让人难以琢磨 眼神中都是故事 又美又撒 那种毫无侵略性的美感 射人心魄 《无见到》三部曲里 陈慧玲戏份虽然不多 却是出场时间最久的存在 她饰演的李星儿 是一位心理医生 被梁朝伟饰演的陈永仁深深吸引 但两人始终没有机会相爱 当年 28岁的陈慧玲 八型专辑《花花宇宙》 唱片销量在香港高达20万 分明一时 为她打上舞曲天后的标签 在先锋制作人雷颂德的打造下 陈慧玲踏上电音正舞的路线 在不同音乐风格中变换 不如跳舞 恋爱情色 无不证明她的音乐实力 时代感很强 在出道第四年 27岁的陈慧玲 就获得最受欢迎女歌星奖 为她颁奖的是 43岁的张国荣 那几年 陈慧玲在各大音乐颁奖典礼上 获得多项大奖 她被誉为 香港乐坛最后一位天后 一首由周传雄编曲填词的记事本 在陈慧玲的演唱下 从香港火到了大陆 成为金曲 那是香港乐坛的黄金时代 梅艳芳 叶倩文 引领经典 林一连 王妃各站一席之地 陈慧玲紧随郑秀文的步伐 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 短短几年 陈慧玲凭借动人歌声 在乐坛分身水起 成为唯一一位唱片销量 可与四大天王媲美的女歌手 可谓是红透半边天 令人意外的是 身处大染缸的陈慧玲 从未让自己沾染污秽 也一直与身边的人 保持友好的关系 从未恃宠而交 她在娱乐圈堪称好脾气第一人 在影坛与歌坛都拿过很多大奖 依然是天后级的陈慧玲 从不张扬 从不对身边的人发脾气 要做到始终情绪稳定 并非一事 经纪人忠贞对陈慧玲赞叹不已 我遇到一个很好的艺人 她从来不发脾气 只知道勤奋做好每一件事 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都很喜欢跟她合作 她有公主命 却难得没有公主病 如此脾性 源于她良好的家教 相比物质上的富足 精神上的滋养同样重要 陈慧玲从不会自视清高 更不会自厌自艺 这样的一个人永远不会失衡 陈慧玲很幸运 她轻松踩着香港电影 黄金时代的尾巴 在短短几年内 就出演了多部经典之作 是唯一一位 与四大天王合作 拍过电影的女星 那几年 陈慧玲演电影合作的 无外乎都是大咖 刘德华 梁朝伟 黎明 金城武 郑一剑 郭富城 谢霆锋 堪称男神收割金 极为罕见的是 她没有与任何一位 传出绯闻 有记者曾问陈慧玲 你合作过那么多男神 有没有喜欢过哪一个呢 她回答 他们只是偶像 不可能的啦 陈慧玲 对这个圈子看得足够透彻 冷静又理性 2008年6月 36岁的陈慧玲 在自己的红看演唱会上 宣布 各位 我要结婚了 如果我结婚以后 再在这里开演唱会 你们还会来看我演唱会吗 台下的粉丝 请深回应 会 与陈慧玲在一起 16年之久的圈外人 是刘建浩 两人出身相似 都是成长于香港的豪门家庭 他们相识于微识 1992年 陈慧玲在纽约念书时 与刘建浩在一次朋友聚会上相识 两人不约而同的去拿同一盘 局扇背 性情相投的两个人很快走到一起 毕业后 他们从国外回到中国香港 陈慧玲进军娱乐圈 刘建浩则打理自己的家族企业 十几年的漫长时间里 两人也有过争吵 但最终还是没有放弃彼此 陈慧玲笑称 胖巧两个人都很专一吧 2008年秋天 陈慧玲与刘建浩在香港举办了婚礼 终于结束长达16年的爱情长炮 这年 她36岁 她35岁 婚礼现场 刘建浩对妻子说 希望余生 你做陈慧玲 而不是刘太太这句话 足以见得两人三光的契合 这场婚礼绅士浩大 举行地点选在香港最贵的洲际酒店 价值28000的酒席 包下55桌 陈慧玲身上的婚纱 由香奈儿老佛爷亲自操刀设计 另一套则是由香港顶级设计师西中文 为她量身定做 上面绣满999斗陈慧玲最爱的香槟色牡丹 婚后 陈慧玲与刘建浩过着普通人的甜蜜生活 他们在每一个熟悉的街道牵手 在寒冬的深夜里打闹压马路 陈慧玲举办演唱会 刘建浩和台下的歌迷站在一起 手里拿着银翁棒 望着台上备受瞩目的妻子 眼睛里都是欣赏与爱意 一年后 陈慧玲迎来了人生的新阶段 她多了一个身份 母亲 2009年7月 37岁的陈慧玲生下一个儿子 一直很想要个女儿的陈慧玲 在两年后通过人工受孕的方式 怀上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遗憾的是 在五个月后 她不幸流产 这让一直人生顺遂的陈慧玲备受打击 后来她称那段日子是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打击 好在 之后她又顺利生下二儿子 弥补了心底的伤痛与遗憾 成为母亲之后的陈慧玲 至今只推出过四张专辑 几乎是半隐退状态 认真生活 她变得越来越低调 也从不害怕自己被外界忘却 这些年 陈慧玲在青海 四川等地默默自助了数不清的孩子 成立了儿童助学基金会 还建了50多所希望小学 早在2000年 她就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中国大使的身份 远赴青海区 她并非只是捐钱 捐赠之后 陈慧玲到不同贫困地区与学生交流 毫无明星架子 见到孩子们灿烂的笑容 她知道做的一切都值得 不管是贫困导致无法上学 还是有先天性疾病 她都会提供帮助 为他们做些什么 她每年还会拿出44万 资助100名贫困大学生 帮他们完成学业 除此之外 不论哪里发生自然灾害 陈慧玲都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从未袖手旁观 几年前 陈慧玲在香港举办了二手慈善意卖活动 她将自己价值不菲的收支品 衣服 首饰等进行意卖 将所有钱全部捐到儿童助学基金 港圈做公益的艺人里 哪有谷田乐 女友陈慧玲 她的公益之路 从未停过 陈慧玲表示 等自己的两个孩子长大些 要让他们去做一工 要做到真正能帮助到别人 哪怕自己没有临过雨 也想为别人称拔散 几年前的采访中 有记者问陈慧玲 人生最低谷时期是什么时候 陈慧玲回答 都差不多 短短几字 足以见得她的心性 陈慧玲一直把自己保护得很周全 不必对经历过的痛苦耿耿于怀 她的人生只想往前看 当生命不再年轻 眼神中也有了太多复杂深刻的情感 陈慧玲更知道想要什么 再年过半百的年纪 陈慧玲知道 未来还有更为广阔的风景 在等着自己 不必慌忙 她始终对自己留有余地 你们喜欢陈慧玲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观看